燕门关前,十万辽军兵临城下,辽道宗耶律宏基试图迫使一代武林神话肖锋攻打南宋。 肖锋宁死不从,反胁迫耶律宏基下令终生不许辽军越过宋辽疆界。 肖锋随后引刀自尽,被阿子抱着一起跳入山崖。 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最悲情的一幕。 这部小说也是大多数人对辽宋这段历史最笼统的印象。 但是我们要切记把小说中经过艺术加工的情节当作真实的历史。 《天龙八部》的故事发生在辽道宗时代,辽宋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是贯穿小说史中的时代背景, 但历史上的辽朝与宋代也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时期,并不像小说中那样一直剑拔弩张的。 契丹决心辽国建立后,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巨大威胁。 五代时期,契丹占领了燕云十六州,辽太宗灭掉后进后一度吞并中原, 但立足不稳,在北返途中暴足,引发辽朝地位之争,契丹人才撤出中原。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契丹又支持北汉与赵宋相抗衡,宋辽之间再次处于敌对状态。 辽朝始终寄于中原,时常南下骚扰,宋朝则有收复燕云之志,宋太宗曾两次大举北伐, 直到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军南下恭送,双方达成历史上著名的谭渊之盟。 此后,宋辽关系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双方各手将接,每年互遣使者往来交聘,边境开设雀场贸易, 彼此偶尔有一些军事摩擦冲突,但没有再发生大的战事,基本处于和平状态。 因此,天龙八部中,辽道宗耶律宏基妄图举兵灭诵的事情纯属虚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不过,小说中肖锋帮助耶律宏基平定辽国皇叔叛乱,并被封南苑大王,这段故事历史上倒确有其事, 指的是辽道宗时期著名的重元之乱。 除了时代背景,武侠小说中关于历史上契丹人生活的描写,同样是虚虚实实中存在艺术加工。 契丹人有两个大汉性,皇族姓耶律,后族姓肖,所以乔锋应改名为肖锋。 不过,倘若根据真实历史,肖锋如果是典型的契丹人,与其成婚的阿珠姑娘则有可能是姓耶律的契丹人, 因为这是两个固定通婚的集团。 而且,契丹人的婚姻观念与今天也有很多不同, 一是族内中较少考虑血缘辈分的因素,有孤表婚,孤植婚,生旧婚等形式, 二是有收妓婚的传统,也就是女性在丈夫死后嫁给其兄弟。 那么,契丹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辽国又是怎样一个朝代呢? 从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宝基统一契丹各部称韩,国号契丹, 随后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灭五代后继,改国号为辽, 到1125年为金国所灭, 全盛时期的辽朝将于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 北到阿尔国纳河大兴安岭一带, 南到河北省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政权, 共传九地,国座210年。 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朝代。 由于辽国国土幅员辽阔, 其版图甚至比北宋还要大, 所以一度被其他国家当成中华文明的代言人, 以至于现在俄语契丹的发音指的就是中国, 可见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 契丹其实最初只是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部族联盟, 他们曾经先后归附于唐朝、突厥、回合, 一直到五代十国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时, 契丹首领耶律阿宝基才统一个部, 正式建立契丹国, 自称辽太祖。 公元926年,辽太祖去世后, 本应是太子,同时也是长子的耶律贝继位, 但由于杀伐国狠的太后树律平更加青睐, 勇猛善战的次子耶律德光, 所以害怕遭到太后清算的大臣们, 便拥立耶律德光为皇帝, 视为辽太宗。 辽太宗继位后处处排挤哥哥耶律贝, 致使耶律贝不得不离家出走, 最终克死异乡。 辽太宗在位时曾两次入主中原, 第一次是帮助儿皇帝石敬堂建立后继, 轻松获取了幽云十六州这个战略要地。 第二次是直接攻入开封, 灭掉后继,正式进入中原, 但遭到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 而不得不撤兵北桓, 辽太宗在返回途中病逝。 辽太宗去世, 随君将士拥立耶律贝的长子耶律软为皇帝, 但树立平太后, 想让耶律德光的同母帝耶律里胡继位, 于是爆发皇位争夺战, 为避免弃丹因内战消耗太大, 双方最后达成一致。 太后和耶律里胡最终选择承认耶律软的皇位, 视为辽世宗。 辽世宗在位时皇族谋反不断, 虽最终都被顺利平定。 公元951年, 辽世宗受北汉之邀一起攻打后州, 但连年征战, 将士们不愿再战, 就在大学晚上住宿火神殿时, 宗室大臣耶律查哥试杀辽世宗后建立为帝。 不久, 耶律查哥又被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耶律锦诱杀, 耶律锦也因此顺势被拥立为皇帝, 视为辽牧宗。 辽牧宗性格暴力, 不但喜欢对禁士滥用刑罚手段极其残忍, 而且最爱喝酒, 经常从晚上一直喝到天亮, 白天则呼呼大睡, 所以又被称为睡王皇帝。 最开始, 与辽牧宗同时代的中原王朝是后州, 北汉本来想联合辽国一起进攻后州, 不料反被击败, 辽牧宗郁闷之余, 便以喝酒睡觉和杀人为乐。 后来赵光应取代后州建立北宋, 精力全部放在征讨南方, 辽牧宗也在这段时间因为爱好虐杀庆氏而反被禁士所杀。 耶律锦死后, 大臣们拥立辽氏宗耶律软的次子耶律贤为皇帝, 视为辽景宗, 他的皇后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 辽景宗是辽国的中兴之主, 眼看地处中原的北宋王朝不断蚕食南方小国且日益强大, 辽景宗也开始整顿立志, 实行各项改革, 终于使得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败的辽国重回正轨。 公元983年, 辽景宗耶律贤病逝, 长子耶律龙旭位, 视为辽圣宗。 由于辽圣宗十年才十岁, 辽国军政大权因此落入萧太后手中。 北宋自建国起, 其君臣上下便有收复幽云十六州之治。 但由于宋太宗两次发动北伐都被萧太后挫败, 北宋彻底失去收复故土的机会, 不久两国签订谈渊之盟, 此后一百余年, 宋辽再无大的战事。 萧太后在摄政27年后去世, 清政的辽圣宗仿照唐治进行开科取士任贤用能, 并在政治经济上对辽国进行多项汉化改革, 从而将辽国国力带入集省。 公元1031年辽圣宗病逝, 其长子耶律宗贞继位, 视为辽兴宗。 辽兴宗在位前三年, 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自立为太后辽兴宗生母的萧诺金手中。 野心勃勃的萧诺金不但废除了本应称太后的辽圣宗皇后萧普萨戈, 还抑郁废除辽兴宗, 另立其地耶律重圆为帝。 不料耶律重圆反而将母亲计谋泄露给辽兴宗, 得到消息的辽兴宗于是趁外出游玩之际, 一举铲除了太后萧诺金势力集团。 辽兴宗感恩弟弟耶律重圆的帮助, 不但册封其为皇太帝, 还在醉旧时答应将来要传位于他。 当然, 这个承诺最终未能实现, 也为后来耶律重圆父子的谋反埋下了伏笔。 辽兴宗在位时, 眼见北宋屡屡在宋夏战争中败北, 于是想要趁火打劫, 索要关南石县和远属于北汉的领土。 为了避免和辽国重启战端, 宋仁宗只得答应在谭渊之盟规定的碎币基础上, 再增加银十万两, 捐十万匹的碎币, 算是了结了辽国的这次索地之争, 史称重西增币。 在和宋朝达成协议后, 辽国和西夏的关系便迅速恶化, 辽兴宗先后多次发动对西夏的战争, 可是最终都无功而返。 由于国内多年兵戈不息, 百姓怨声载道, 辽国国势日益衰败。 公元1055年辽兴宗外出巡游时, 不幸身染重病去世, 其长子耶律宏姬继位, 视为辽道宗。 辽道宗在位时中间莫变, 虽然设立平定了皇太书耶律重元父子的叛乱, 但此后他又宠信权臣耶律乙兴, 不仅糊里糊涂刺死了皇后萧观音, 还轻易听信谗言囚禁了皇太子耶律郡, 后被耶律乙兴杀害。 耶律乙兴为了进一步谋权篡位, 不仅杀害了太子之妻, 还想要加害太子的儿子皇孙耶律延喜。 好在辽道宗及时醒悟, 废除了耶律乙兴及其党羽, 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 公元1101年辽道宗去世, 皇孙耶律延喜继位, 视为辽天作地。 辽天作地在位时重新宁成丹羽享乐, 最终导致朝政腐败, 国内外矛盾迅速激化, 各部族首领纷纷起兵返辽, 其中就包括生长在东北地区的吕真人。 公元1115年, 吕真首领完颜阿古达正式建立金国, 辽国在对阵金国时屡战屡败。 不久, 北宋也通过海上之盟和金国相约一起出兵, 并于1125年攻灭了辽国。 辽天作地被俘后克死他乡, 辽朝宣告灭亡。 总的来说, 自辽太宗耶律德光开始, 辽朝便开始形成了一套 分别适用于契丹族和汉族的 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 从而大大加速了辽朝的封建化和汉化进程。 不幸的是, 辽朝后期的皇帝和北宋后期的皇帝一样, 都是因为丹于享乐而死于安乐, 以至于最后都被东北地区 白山黑水中杀出来的金国所攻灭。 不过辽国灭亡时, 契丹族还有百万之众, 明朝以后契丹就在历史记载中彻底消失, 他们的后裔去了哪里, 这一直也是困扰历史学家的难题。 辽朝灭亡前后因为局势比较混乱, 各地辽国宗室纷纷自立, 从而出现了北辽、西辽、东辽、后辽等政权, 其中以耶律大使所建立的西辽实力最强。 西辽不但雄居中亚地区百年, 还一度成为当地霸主, 甚至改变了中亚的历史轨迹。 一直到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崛起时, 才最终被攻灭。 至某元时期, 契丹族群依然存在, 到了元朝以后, 契丹人才逐渐消亡, 大多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 直到1995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联合成立的分子考古学研究团队中, 才解开千古之谜。 专家们从有墓质为证的契丹人墓葬中提取DNA, 再去云南宝山地区取阿、 蒙、 蒋兴和其他民族的血样, 还去内蒙古莫利达瓦旗和其他旗县去达沃尔、 厄温克、蒙古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中提取DNA。 经过DNA测序, 最终发现, 直到现在, 尚有两只契丹人的后裔存在, 因为东北的达沃尔族, 他们与契丹人有最近的遗传关系。 另一只是今居住在云南省诗殿县的阿卯蒋姓族人, 现在他们又分属十来个民族。 时至今日, 俄语仍称中国为契丹, 香港国泰航空的英文名也有凯瑟字样, 不经意间提示着一个王朝远去的身影。